在童話戀曲《2034》中 有很多場口 自己演繹康令熙的角色時 有時都會挺猛烈的 以我觀察,自己的看法會覺得 為何他會這樣做 或者為何…要不需要 另一些人的角度 例如女性的角度 甚至有些男生 也會覺得這件事是挺浪漫的 在沙灘…跟Yvelyn坐了一整晚 康令熙為了舉辦一部音樂劇 他就去招募一些演員 而欣子澄是其中一個 招募演員裡的… 一個很平凡的女生 也有一個未婚妻 楊琦,楊琦有一個政治婚姻的事 所以對欣慧林挺有反感 但當康令熙遇到欣子澄 這個平凡的女子的時候 令康令熙找回她自己 真的會會心微笑 真的會真心地笑 而不是皮笑肉不笑 我自己在這部劇中試過很多… 我平時也未必會試過 例如被人扔雞蛋 被人掩蓋 撞車、被車撞 結婚 以及去外面拍攝 整部劇中最感動的 就是我已經垂死當中 康令熙遇 她突然出現 我很快可以上天堂 去見我媽媽 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欣子澄就是這樣 因為她到最後 她覺得所有事情都是開心 所有事情都是正確的 就算要離開這個世界 她也會覺得… 不是, 挺好的 我可以提早去找媽媽 是一件開心的事 楊琦也是我一個很期待合作的人 因為我自己有欣賞過她的作品 我有一場她跟公姐的對手戲 她二話不雪就哭得很厲害 你媽媽對她這麼壞 她還做好心, 去幫她 她跟你們這麼高、這麼大 你有多少她沒有 我戲中的名字叫做欣慰琳 我慢慢演繞這個角色 其實覺得她很寂寞 有一個她自己很喜歡的人 那個人叫做高豪正 為什麼我會跟欣子澄 又會再掛在一起呢 因為我要去接一個電影 因為林仔不想讓她爭贏 所以她就開始了跟她交互 對, 怎麼會這樣 那場戲很難演 又要喝醉酒, 又要生氣 又要激動, 又要打人 又要被車撞 不開心 有一天, 體力不知 這是…我自己無法預計 我以為我的能力 應該直踩到尾 有一場要跳爵士 這樣說, 我情緒不太好 不知道, 我已經忘了 因為我拍完第一個拍攝後 我的腳趾已經脫了皮 有點不開心 因為我覺得始終一定會有一點影響 當然那一刻你會覺得不痛 但之後那幾天都痛 我無法預計, 就會有點不開心 我的爸爸就是石修 Jane, 她是你媽媽 是 Jane, 但是你不是我爸爸 其實他無法面對一件事 很想離開這個地方 當他在家裡收拾行李出去的時候 他就…見到她的真生麻煩 太過分了 其實他很抗拒 因為他對這個人很陌生 不要緊 你不認識我, 不認我不要緊 但是你不可以不認你媽媽 沒有你媽媽, 你就沒有今天 很奇怪, 有事就是越不熟悉你的人 你越聽得最清楚 採訪